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我亲爱的老公JM的惊喜生日派对总是那么的贴心 据悉莫赞生特意的出动了超豪华游艇为老婆林夏威庆生 但她本人并没有出席 除了好姐妹外还有许多圈内帅哥到场 不知道莫赞生会不会吃醋呢 33岁的林夏威高挑伸手少女身材吸金 游艇派对上她身穿白色的性感泳衣 大休息腿长腿平坦的小腹 还有腹肌真的是让人羡慕了 招聘中一众好姐妹为林夏威准备了生日蛋糕 有别于平常所见的大蛋糕 只见放在寿星前的是许多精致的迷美纸杯蛋糕 现场还布置了大量金色的银色的气球 充满派对气氛 一行人玩得非常嗨 林夏威和胡定仙等圈内好友 合影大秀闺蜜情 林夏威C位出镜姐妹们都很是贴心 即使是海上派对 打扮的都较为保守 让当天的寿星成为全场唯一的 也是最瞩目的焦点 一眼看过去的确是林夏威最抢劲 派对上除了有好闺蜜 还有不少帅哥的身影 林夏威被众位男神围绕合影 艳浮不浅 照片最左边的那个穿着灰色T恤 墨镜加面的不就是男神刘凯薇吗 刘叔叔手持香槟 颇有参加商业酒会的气场 45岁的刘凯薇真是越发的有魅力 不仅颜值动灵 肌肉鲜明的身材也超帅气 与小15岁的男星 徐勇同框 魅力完全不输 反而更加成熟稳重 惹人爱 这也是刘凯薇久违露面 本思也纷纷感谢林夏威晒照 让他们看到男神的见照 不过也有人调侃 刘凯薇在家待太久 都变白了 这大概也是在暗示刘叔叔 该复工拍戏了吧 林峰和林夏威 都是在香港的知名艺人 由于他们俩之间经常有互动 并且还是同一姓氏的缘故 不少网友都十分热衷于 身巴林峰与林夏威的关系 他们俩人相对来说 大家对林峰的熟知度 还是稍微要高一些的 毕竟除了演员的身份之外 林峰还是华语流行男歌手 而林夏威的职业则是全职演员 出演过不少影视作品的她 也曾在话剧中有所出演 说来他们俩平时基本上就没有合作过什么作品 可即便是如此 林峰和林夏威是什么关系 依旧是有很多人更加好奇 其实林峰和林夏威的关系十分紧张 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不是大家所猜测的那样 是恋人或者是情侣 说来这两人之间还是有血缘关系的呢 林夏威和林峰的关系 其实是堂兄妹的关系 林峰的爸爸是林夏威 爸爸的哥哥 这层关系也让林峰和林夏威 从小就相处得很不错 林梦菲同样也是林峰的祖父 再加上林峰的爸爸 林夏威的大伯 林华国还是一名哲学博士 所以说起来 他们这一家的身家背景 可都是相当的雄厚的 从90年代末开始出道的林峰 他早年凭借这电视剧《寻情记》 出路头角 此后在《大唐双龙传》 《唐新峰报告之家好乐园》 《太极》 《白蛇传书》 《使徒行者》等多部影视作品中 均有不俗的出演 也就是因为这些影视作品呢 才会使其拥有如今的高人气 至今林峰的唐妹林夏威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她 不仅曾出演过《幸福摩天伦》 重演《收归华》 《公公出宫》等多部影视作品 而且在背负的《普罗米修斯》 《魔鬼契约》 《迷流之际》等话剧作品当中 也均有出演 现年32岁的艺人林夏威 因5年嫁给了身价高达20亿的 金融才俊莫赞生 但近年她老公多次被指献债 不胜其烦的林夏威 曾在本月18号 在社交往事高调的为丈夫发声明 指其夫卷入了2016年一单官司 但只是做证人 却被欠债方为达到赖账目的 而不择手段地骚扰他们 本以为事件就此告一段落 不过今日有港媒就此爆出 更近人的消息 指林夏威的丈夫莫赞生 曾在国内被悬赏通缉 并公布了涉案文件证明事实的真伪 根据报道指林夏威丈夫在国内设计了一宗刑事案件 在一份在逃人人登记表上 一位名叫莫赞生的所有个人资料 都与林夏威丈夫的信息相同 而案件类别分类为敲诈勒索案 涉案人在逃日期为2018年的12月1号 通缉令奖金为500元人民币 而另一份则是2018年12月7号取保候选决书 有莫赞生的签名及首印 指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 获取保候选 需缴付保证金3万元人民币 还有一份是今年8月2号的刑事判决书 被指受莫赞生 指指敲诈勒索的方某 在福建省的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检察院提堂 敲诈勒索罪成立 判处有期徒刑7年 并罚款10万元人民币 为求证事件真伪 港媒还查了林夏威丈夫莫赞生 香港公司的登记资料 发现身份证号码和文件是同一人 不过在这份2018年的在逃人员登记表文件上 莫赞生报住的住址为西贡南编围 但港媒经查后发现莫赞生以个人名义 在2010年以868万元购入 但早在2016年就以1130万元卖出 而昨晚林夏威为聚集逆天其暗拍外景 在拍完镜头的林夏威和助手返回自己的保姆车休息 而原本对记者有微笑了他 当听到有关招负仪涉及一踪敲诈勒索案时 他便快速的步伐匆匆上车 而他的助手则一直用手护住林夏威 回到车上的林夏威表现的是颇为紧张 一直不停地讲电话 随后有剧组人员过来称林夏威今日情绪差了点 但是要拍一个很重要的场次 要求记者离开了 林峰长相英俊又有好身材 也算是香港的四大天王之后最火的男艺人了 林峰的身世很好 出身豪门 父亲被称作是厦门李嘉诚 当然林峰却因为喜欢演戏唱歌 而无心继承百万资产 一心一意地想要在娱乐圈打拼 而且成绩也是相当不错 再进入演戏圈两年之后变大火了 也算是红得比较快的明星 林峰的演艺事业红火 在感情方面也是桃花比较旺 林峰在2001年的时候和李彩化合拍了别脸 两个人也是因此很快就相爱了 李彩化长相甜美为人不错 很快就得到了对方父母的认可 可是这段感情却最终没有走到最后 两个人工作都比较忙 聚少离多多是常态 最后已失败告终了 钟嘉欣也是曾和林峰有过恋情 两个人可以说是良才女貌 相当般配 不过钟嘉欣试验心太重 两个人也是聚少离多的状态 在维持了四年之后 这段感情也结束了 吴谦宇和林峰的恋情是众所周知的 当时大家都认为吴谦宇配不上林峰 而且吴谦宇在和林峰交往之后 花钱确实是十分的厉害 林峰对吴谦宇也是相当的宠爱 甚至亲自为女方去内衣店挑内衣 不过最后两个人还是分手了 吴谦宇也一直得不到林峰家人的认可 吴谦宇在之后也曾和一个富三代谈恋爱 但仍已分手高中 吴谦宇在采访中表示自己遇到了对的人 却不是在最好的时间出现 大家纷纷的猜测 他说的这个人是林峰 港媒更是爆料 吴谦宇和张新月一直在叫劲 但是吴谦宇却并未给出任何的回应 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感情风波之后 男神终于要结婚了 也是祝福男神行婚幸福吧 杨幂和刘凯威宣布了离婚 或许你会认为 是之前刘凯威和王欧的夜光剧本事件导致的 其实早在刘凯威结婚之前 他的绯闻女友就相当的多了 廖碧尔 网友曾一度的认为廖碧尔是刘凯威的前妻 主要是因为俩人的关系实在是太好了 而且在之前 刘凯威也是和廖碧尔多次的传出绯闻的消息 但俩人也曾多次否认 后来刘凯威和廖碧尔 正一同参加皆大欢喜的选擦簧活动 期间刘凯威对廖碧尔不仅是关心有加 还将廖碧尔接到了现场 事后还有记者曾问过廖碧尔 她的家人对刘凯威蛮不满意 而廖碧尔则是含笑的回应 没什么不满意 觉得她都挺好的 叶璇 记得当时刘凯威和叶璇一起拍摄 国色天香的时候 中间有一段吻戏 拍这段戏的时候 两人吻得内叫一个投入 真实展现了一个演员的羞养 除了这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两人在剧中的感情太过感人 所以两人的绯闻恋情 也就这样传开了 王欧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据当事人说 他们当时在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做 只是在研究剧本而已 但是在研究剧本的时候 屋内的灯却关闭了两次 而这件事也被网友称之为 夜光剧本事件 随说事后杨幂表示相信 刘凯威说无中生有 王欧极力否认 但有没有事 明眼人一眼就知道了 如今两人也是宣布了离婚 说实话 我们是一点也不震惊 俗话说 无风不起浪 若不是两人之前都有一些问题 网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 传杨幂和刘凯威离婚的事情了 彼此不相爱的两个人 分开反倒是最好的结局 优优独播剧本事件